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大家透過我們的轉播一同 欣賞第18屆 SBL超級籃球聯賽 今天是4月9號的禮拜五 我們在高雄鳳山體育館 要來欣賞到精彩的SBL賽事 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是由台灣啤酒 來對上桃園不圓 今天在台灣啤酒這邊的先發五人 JD Miller 黃聰漢 周伯勳 舒一松 以及王子剛 來看到JD Miller在今天 是可以來上場的 而桃園不圓這邊 則是Jordan Tober 施言宗 林金榜 盧俊祥 以及李家康 這個台銀的總教練成為 教練被趕出場之後 反倒是失去了一點點 就在場上的一個專注能力 面對到高雄九代科技 那場比賽就是大比分的輸球 九代科技91比65來擊敗台銀 目前5比0 王子剛 外圍的三分出手機 先來幫台體喔 王子剛 假動作再做三分的進球 有了 對 對 連了外圈的投射的命中率都非常好 把握那個機會 然後出手很穩 對嘛 這一個叫插板 對 對 周伯勳 進區 這一個球打了什麼 好球 做一個腳步 然後一個假動作 把防 就發出來 中距離 然後針 這個球拉得夠 比較勉強一些 轉到前面給到林金榜 上籃得分 這個球助攻 兩人防守 Jeddy Miller拿到這個球 在籃底下 兩下三下之後再放上去得分 現在5秒鐘 Jeddy Miller 應該要自己來了 後撤步的後仰 跳投有了 Jeddy Miller 其他的球員還是要東位去接 是 Jeddy Miller在打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東位去接 喔 不過這一個 確定Jeddy Miller還是穩的 李奇偉 這兩分球有了 還比第四位 Jeddy Miller 這球踩到中間來 盧君翔 喔 M1 第二 還有黃鴻翰 Jeddy Miller又三獨殺了上去 個人獨達8分了 出手 這球自己在拿到 在轉圈 陳吉隆交出來 球部長 哇 球部長 強壯的身體 殺出一條血路 一防去拋球的話 製造就是 呃 對方的一個失誤 嗯 好球 這球將往前拋得不錯 這是豪華振榮 李家康 用速度站 急停 跳投出手 自己 黃鎮 面對到一堵刀牆 扛給王子剛 再給小球 Jeddy Miller給得漂亮 Nice pass 黃鎮 這下六秒鐘 急停後仰出手 擦板進 他的得分 譬如說金榜如果沒有去 發揮的話 那其他人應該要跳出來 是 黃鎮又再來了一技啊 出界 好球 再給他外圍 黃鵲翰的三把 他有把握 好球 這球沒進 有開攻的機會 是 多打掃 兩鋪上去了 有點打垮的味道 九點頭本 對 第二時間再拉分就給放上了 就是守不住台肥的進攻 王浩吉外圍的出手 進 好順 誰都可以投三分 直接傳到最前面的中途是上籃得分 Nice pass 第一的一個情況 所以可見那個吳家軍的重要性 是 一開始 Jolin Tover 所以也讓 在機場的比賽 不然都是輸球的一個情形 對 連半 拋到的幅度又拉得更 現在七秒鐘 黃鎮 幾下再給到李奇偉 李奇偉 catch and shoot 十五的九了 哇 今天三分外線啊 台幣這邊真準 都掌握 好球 Tover 對 好球 李佳康的出 是 對 好球 放開 還是選擇中距離的出手 這手李佳康把握住了 對 還是要有耐心的去進攻啊 因為分數有慢慢的去要回來 拉桿這手插板機 Tover上沒有做好配合 黃鎮殺上去拉桿打板機 黃鎮 分數又 好球 好球 哦呦 再交 哎呦 還騙過了 哇 原來那是假動作 是 米德的三分 哦 不急不許的投進 平行網進去 超過槍上來 Nice pass 好球 Tover 底下轉身的一個拋頭 好球 彈進了 好球 Jordan Tober 冰彈這球被抄走了 外圍 想往前的出手 彈得出來 哇 Jordan Tober 撿到這個籃板球 剩下五秒鐘 還是給到 Jerry Miller Miller 殺進去了 上籃得分 想往前 外圍的三分 有了 今天才 今天 會 好球 我們流進來 哇 第一個切 秋波戰也 剩下六秒鐘的進攻時間 這一球急停 後仰出手 進 他的招牌 黃震 Catch and Shoot 這球力道大了 Jerry Miller 掌握到的進攻籃板球 這個球 假動作在上籃得分 其極為 Catch and Shoot 出手 進 這球抓得進去 好球 哦 這球Nice pass 所有人都看著他 你要不要投了 結果 在的助攻 Catch and Tober 踩兩步上去擦板的分 出分 Towo 第七位的三分 再來一顆 十人 過三 事實上 突然這樣的防守 事實上台北可以打點 哦 這球傳得漂亮 好球 周柏勳在外圍的出手 這球比較大一點點 哦 但藍底下 還有陳昭豪的放上去 好球 最後的一個狀況啊 王奧吉 直接壓了上去 上籃得分 嗯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把分數拉開了 對 今天就消失掉了 這個時候投進三分 那這場的比賽呢 最後呢 就由台灣啤酒來收下勝利 75比59 那也要恭喜台啤 把這個連敗的一個姿態呢 給擊破 在今天呢 是對戰台灣啤酒呢 收下了比賽的勝利 我們也要恭喜台灣啤酒 在今天呢 都有這個十分以上的一個表現 來到第四屆也是攻下了21分 也讓台灣啤酒單節的一個得分 是沒有超過十分的一個進場 對 而且就是說 我們來講就是說 台啤的每一局的進攻都非常穩定 他也沒有說什麼 呃 有那種什麼沒辦法得分的一個狀況 反觀譜遠就是說在二四屆 對 他的進攻火力 而且是第四屆還是 替補反正圈員上來去投那三分球 反觀譜遠在外線找到空檔的機會 需要趕快去 呃 找到好的一個投資的一個命中率 才可以有贏取的機會